说这个自救常识 那是必不可少的 对吧 这用药之前呢 要小心谨慎 说最近呢 这年近70的刘大妈 这前段时间呢 刚刚做了一个眼部的手术 术后呢 需要点好几种的眼药水啊 这前几天呢 她在点眼药水的时候 就感觉和平时不太一样呢 这眼睛有点灼烧的疼痛感 再拿手里的药瓶仔细一瞅 肠子会清了 哎呦 刘大妈发现自己错把脚气水 当成眼药水 点到了眼睛里 当时就一阵疼痛感上头 发现用错了药 赶紧第一时间 到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眼科急诊就诊 因为这种治脚气的吧 它这个里面可能化学成分 毒性比较大 它有的是需要这种杀菌 消毒的这种 作用比较强的 所以对眼表的这种损伤 还是比较大的 经过检查 医生发现 刘大妈的眼睛 出现了明显的结膜冲血 和眼角膜损伤的症状 紧急地做一下冲洗 把这个尽量地把这个 物质进去的眼药水 给它稀释冲洗掉 然后呢 再辅助地用一些 局部营养的药物 包括这种预防感染的药物 需要慢慢恢复 董医生说 像刘大妈这种 物质药水进眼的情况 并不是个例 她以前接诊过不少 尤其是一些老年人 这个老年人 有的时候 这个咱们说眼神 再不太好 视力不太好 另外一个就是 平时可能不是很注意 就容易这个污点 这个脚气水 这是一个 相对来说脚气水 这个污点到眼睛呢 也比较常见 董医生说 老年人经常会把一些常用的药物 混放在自己比较容易 拿到的床头柜 或者抽屉里 这就很容易造成 污点污食药物的情况 保存上一定要特别注意 就是做一个很好的分类吧 这样的话 有一个很好的提醒 避免这种情况 不是说放在床头柜里 随手一摸拿着就点了 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